新疆公司這個確認要解約 那確認解約完之後有幾件事情是我們後續 包括海科館的營運 包括在座的我們的員工 都必須要面臨到的幾個問題 我想在這邊先跟大家確認一下 他必須要繼續走下去 也因此他未來的營運商在前幾個月前 其實我就跟海科館還有我們教育部 其實已經在立法院開過好多次的相關會議 那其中這個會議裡面就是確認說 海科館做一個服務我們全體國人的一個教育單位 他不可以有一天休息 也一直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海科館在前陣子就已經有正式的一個 造一個委外的OT的服務案 那我想說今天委外OT服務案 後來前幾天已經有正式的標到 就是我們優力資源整合國分有限公司 那我想我們的代表金經理也來到現場會 站起來讓大家打個招呼一下好不好 那這一位是我們未來 就是接續我們整個海科館 OT案的一個部分的營運商 那我想在這個標的過程當中 除了我剛剛提到的第一件事情 讓海科館繼續走下去之外的 第二個重要的事情 我們有特別跟海科館 還有國安教育部有寫的 希望我們在座的員工 如果有意願的 有意願的 能夠讓歇任的廠商來繼續來平用 也因此當時他們在評選的時候 就有特別詢問評選商的態度 讓我們也非常高興 評選商在這部分 可以給我們正面的一種回應 所以事後 我們的這個優力公司 會跟我們個別的員工 會做一個面對面的座談 確認各位 願不願意繼續留在海科館的一個意願 這是第一個部分 我們要先去處理的 那第二個狀況 比較有點棘手一點 就是我們海科館另外一個 有BOT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那這個BOT案在我們的案裡面 目前是先中指 那未來會怎麼繼續做下去 我想我跟教育部 我們會在這個部分繼續來做協商 那這個部分當然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 但我們應該認為會有一些好消息 才對就是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跟各位在中年資所謂的 因為雇主的一個轉換 我們有之前的幾個年資 包括薪資的一個問題 包括我們有可能有一段時間的薪資 其實沒有領到 另外我們有所謂的特休 因為沒有休 所以要補發薪資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好 那我們有沒有之前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所謂的這個勞工退休金 有沒有辦法這個 有難道規定來提過的幾個問題 那這幾個部分 我想我們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其實在前陣子 已經也有跟我們幾位代表 來做一個協助跟開會 那我想我今天特別來 就是要來跟各位來確認這幾件事情 我想我們的關鍵第一個 我想還是先請我們的優靈公司 好不好 先簡單吃個死一下 跟大家說明一下 未來你們怎麼經營 我想還是個細心喊話 讓我們所有的在場的員工 有意願繼續在這個海科館 大家一起繼續服務下去的人 我想能夠跟優靈公司 建立一個比較正面的良心互動的好關係 好不好 所以第一個我們會先請優靈公司 來跟大家見面聊一下 我們大家早安 早安 好 很榮幸優靈公司這次呢 能夠承攬我們海科館這個 勞務承攬的一個案子 那在整個接洽過程當中 其實海科館今天的管方 也非常的 很替我們海科館的員工 來做一個著想 那所以呢 我們在承接這個案子之後呢 很緊急著有接獲的一個通知 那管方今天希望優靈公司呢 能夠儘速的能夠跟我們所有的員工接洽 留任的一個意願 讓員工能夠早日的安心投入工作 那未來呢 公司這邊呢 會有我小林跟兩位的 我們的專案負責人 來同時負責我們這個專案 標案的一個員工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隨時打回公司 跟我們的專管師 還有跟小林這邊來做接洽 希望未來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良好的一個良心的互動 謝謝大家 謝謝